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 又和大家见面了 老话说,放后摆不行,残疑手磨腑 柔腑在我国已有数七年历史 是非常好的养生之法 那经常柔腑到底对身体有多重要呢? 有哪些好处呢? 现代医学认为 柔腑可增加腹肌和长平滑肌的血流量 同时可以很好的增加 胃肠内壁肌肉的粘粒及淋巴系统功能 使胃肠等占气的分泌功能活跃 从而加强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 进而明显地改善大小肠的蠕动功能 我们如何将柔腑衍生 做到生活常态化呢?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组动作 利送时针柔腑 平时我们只需要利用碎片的时间 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 下面和大家具体演练 双手叠加放在肚脐正上方 从右往左逆时针划拳 力度缓和渗透 每次五分钟 有些人揉的过程中 肚子会有响声 会咕噜咕噜叫 然后再从左往右 顺时针划拳 同样力度缓和渗透 每次五分钟 有些人揉的过程中 就会有打嗝 放屁的现象 每天坚持 利顺时针柔腑 可以起到疏通肠道 调理脾胃 生发气血 分离阴阳 身轻降灼 轻疲化糖 充实午餐等温效 对气血亏虚 所引起的疲劳 放控 以及肠道功能紊乱 导致的腹泻 腹脏 大耗困难 都有非常好的改善 长期柔腑 使身体上下相通 进而帮助 恢复身体技能 恢复气血平衡 免疫平衡 阴阳平衡 使身体更强壮 达到引领异收的目的 方法简单 贵在矜持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 顶赞转发 或收场 谢谢